第四季 第四季 去机场 师傅能摸我快一点 小姐 小姐 你醒醒 小姐 小姐 你没事吧 小姐 你别害怕 我现在送你去医院 你们提出的合作条款 我们会再做详细的调研 而我们公司 向你出击的价格条款 不能再有任何的改变 老大 我们将她的重要伙伴 我们将会认识一下 我们将会认识一下 期待见面 期待见面 这个意思就是 他不在价格上磨了 你觉得他们磨得起吗 这下妥了 有德国这张大单 今天花颜的销量 能翻上一番 老大 太厉害了 来 还没到庆宫的时候 小拙一下 开心开心嘛 喂 是 市里医院 傅伯雅先生 我们对这位小姐 已经仔细检查过了 只是轻微的碰撞 引起过多的反应 没有伤到其他的力量 傅伯雅 怎么这么想 等她醒来就可以把你拖延手续了 放心吧 我会认出我来吧 谢谢你啊医生 不用谢 你醒了贺小姐 你没事吧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 贺小姐 来 我叫傅伯雅 医院刚刚 说要联系你的家人 所以情敌之下 我就从你的包里 取了身份证 擅自翻了你的东西 实在抱歉 没事 没事儿 我还要谢谢你呢 你可别客气 贺小姐 你放心 这次事故呢 是我的全责 我会负责到底的 所以你 所以你 苏妍夕 你怎么回事儿苏妍夕 你怎么 贺锦西 你 你刚给你打电话 吓死我了 借过医院人接的 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这位是 傅伯雅先生 你好 好 刚刚医生说我没什么大事 赶快救我回家吧 现在就走 我给你拿桶鞋 我扶你吧 贺小姐 没事儿 没事儿 你忍着好啊 那我送送你吧 老大 那不是你的 闭嘴 小心点 谢谢啊 怎么回事儿 你怎么来了 顾总 这么巧 你们认识 傅伯雅 你怎么在这儿 为什么 贺小姐的车祸 是我造成的 所以在这里照顾她 是我应尽的责任 我女朋友的事情 就不劳你操心了 至于车祸善后 司徒 明天一早 准备厘时函 保证准时送达 她是你女朋友 走 我話還沒說完呢 付 何小姐 如果你不想跟她走的話 我不會讓任何人帶走你的 傅伯雅 她是我的女朋友 這是私事 你們別激動嘛 我跟你回去就是了 傅先生 謝謝你啊 西西 西西 你回哪兒去啊 西西 當然回顧家了 人家小情侶的事你繳上邊 你誰啊 我誰 我是西西閨蜜 你穿這麼綠 你哪根蔥啊 蔥 我是蔥 你 你神經病 你幹嘛我神經病 我看你好像有那什麼大病 人都走了你還攔我 煩死的 有病 你起看 西西 神經病 他 你能不能開慢一點 我剛出了車禍 頭疼 你幹什麼 看你又没有撞傻 你才傻了呢 我就是被撞了一下 又没撞出脑震道 我现在清楚清醒清晰得很 这么有精神啊 很好 那现在回你家拿行李 为什么回我家 为什么拿行李啊 你不会出了车祸就忘了吧 答应奶奶的 今天晚上搬进顾家 那也太快了吧 总得给我点时间 好好准备一下 你什么都不需要准备 你只需要到我身边来就好 我的意思是说 你搬进顾家到我身边来 以后不许再这么晚单独出门 更不许和不清不楚的人相遇 凭什么 凭你 是我的女朋友 合同制的 好吗 这事先这么过去了 我现在陪你回家拿行李和顾家 知道了 顾总裁 主要把图家 有一些年 留学的 我们哟 准备 我们来一趟 聊个人 一下 我们去把图家